客家雷茶以前是茶余饭后的点心 但现在成了养生饮品 为了让雷茶有与众不同的口感 北谱有业者研发出了青雷茶 二十几种的原料磨成粉 不但保留了颗粒的口感 而且更养生 今天十一节的感动时刻 我们带你一块来品尝看看 新竹北谱老街很热闹 而这一家则是当地相当著名的雷茶馆 第一个动作压茶叶 不用敲的 用压的 老板娘洪素秋贴心地教大家怎么雷茶 也特别说明了雷茶的历史 三国时代就雷茶这两个字出现 真正的传统雷茶就是只有这三种材料 茶叶 芝麻 花生 花生 芝麻和茶叶这是传统的雷茶 本来依循客家传统做法 放入研发要做成咸的 但是顾客不捧场 所以才研发出了甜味雷茶 没有一个客人雷得很辛苦 告诉我们说 老板这个咸的雷茶好好喝 全部都是一喝完都说 这个感觉好怪 大概半年之后我们就想办法改 改东西就是这个 从咸的改成甜的大受欢迎了 只是要更有创意 他们还加入了养生概念 研发出青雷茶 青雷茶里面的成分 有一些这些豆子类的 还有一些像红豆 绿豆 这些豆子类 五穀杂粮类像大麦 燕麦 乔麦的 我们会弄出青雷茶 主要清这个字是青石主义 那最大的差别在于里面的黄豆 像这个的黄豆 我们是用飞机应改造的黄豆 客家青雷茶用二十几种原料磨成粉 保留穀物的颗粒 口感很独特 而用杂粮做成的搅拌棒 也是独家设计 那这一根搅拌棒它很特别的是 它是可以吃的哦 它是乌龙茶 加梅子 加蜂蜜去做的 要让产品更有客家味 连客家雷茶波一并奉上 除了研发新产品 店内用的茶波 全是红素秋姐夫自己的工作方烧出来的 更让茶波与众不同 制作成这样子的一个尺寸 让客人可以雷得很舒适 东西不会跑出来这样 所以跟外面的一些的差别性 就是在于说这个东西做起来比较精致 它烧成的温度比较高 黄素秋努力研发新雷茶 让传统也能创新 有创意的行销 也让客家商品能够顺利推向国际 轻轻的微风吹起客装的幸福 轻轻的生活涌着健康的食材 当客家雷茶也轻轻 细细粉末随着清水 融出五股香能的感动时刻